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经国》 我是老陈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有一部电影《卢山恋》 那在当时引起的轰动 一点都不亚于来自星星的你 你叫什么名字 郑华 你呢 周寅 电影讲的是漂亮的女海龟 她在《卢山游览》的时候 与在山上读书的男主角是一见钟情 引起了一连串浪漫的故事 这部电影呢 不仅打造出了两位偶像明星 而且也让《卢山》的美景再一次名扬四海 然而就在不久前 就在当年拍电影的这个拍摄地 却出现了奇怪的景象 可把登地人吓得不轻啊 位于江西省北部的卢山 自古以来就以名山圣水闻名于世 站在卢山上远眺 一片碧绿水域映入眼帘 这就是《卢山西海》 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 以西海的清澈纯净 鲜尘不染为骄傲 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田净生活 然而 一件意外的事件却打破了宁静的生活 一位在西海捕鱼的渔民因为渔网被水草挂住 他跳进水里想解开渔网 可刚一下水就感到小腿一阵剧痛 他回头一看 不禁被眼前的恐怖场面惊呆了 只见一片白茫茫的续状物正向他包围过来 紧接着 身上就像被刀片割破了一样疼痛 他不敢停留 渔网也顾不上收 就赶紧爬上了船 在随后几天 相继有人报告说 西海出现不明生物 据说它们通体透明 泛着荧光 而且移动速度极快 就像一种发光鱼 这种不明生物就连世代再次捕鱼的渔民也没有见过 感觉特别奇怪 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鱼 紧接着 更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西海里的不明水生物突然间大量蜿蜒 来势汹汹汹 好像一夜之间突然大爆发 湖面白花花 亮晶晶一片 登地村民开始紧张起来 村民们靠水而居 他们用西海里的水灌溉农田 在湖里打鱼捕虾 他们说 湖里水美于肥 是他们滥以生存的家园 要是西海出现了不明生物 那将直接威胁到附近数万人的生活 一时间 西海附近的存落人心惶惶 这西海的神秘生物到底是什么 咱们暂且放一放 接下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个聊斋的故事 应该说了 怎么说着说着讲起聊斋的故事来了 这聊斋里讲的可都是鬼神什么的 难道西海里也冒出狐仙鬼神不成 您先别着急 听我慢慢的到来 话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 土松陵的好友们在江面上荡周饮酒 突然间啊 江面上出现了大片的光亮 犹如青色的火焰随波逐流 众人十分的惊慌啊 就问船家 这是怎么回事啊 船家说 你们不知道啊 就这片水域曾经是古战场啊 每到夜间的时候就常有鬼神出没 哎呀 听船家这么一说 众人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瞪大了眼睛 看着江面都想弄清楚这光亮究竟是什么 这个故事出自辽斋志义第三卷江中一文 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众座周中 悬见 青火如灯状 突出水面 随水浮游 见尽船 则火遁灭 温州人 周人曰 此古战场 鬼石出没 其无足怪 蒲泽是蒲松陵的第十一世孙 也是聊斋志义的资深研究者 这篇江中所记载的神秘现象 让他非常好奇 为了解开水上鬼火之谜 他按照书中提示 来到先祖蒲松陵和游人艳游的地方文昌湖 并找到了平日里负责水浴巡视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你经常这个水面是这么多年了 有没有晚上宣传出来的 看到水面有发光的东西 有时晚上有月光的时候 有时有那个死了 有灯光 一照发现有发光 有正常发光 蒲泽分析 如果是打鱼人点燃的雨火映照在水面上 光量会十分微弱 不足以引起众人的注意 而如果是月光映照在水面上 也不会突出水面 随水浮游 可见文中所述 并非水面反光 这时水库巡视员突然提出 他听说水中的藻类在特定条件下也会产生发光现象 在自然界 有藻类产生的水体变色现象 在淡水中被称作水滑 而在海洋中被称作赤潮 那么在辽斋致意义书中提到的神秘光亮会不会就是藻类聚集产生的水滑现象呢 带着疑问 莆泽来到山东理工大学向专家寻求答案 徐教授说 在淡水中 有四种藻类的爆发性繁殖能够产生水滑现象 这其中只有极少数的甲藻会发出微弱的光亮 似乎温暖上升的时候 那么它会大面积的繁殖 在夜间 那么外界光线不太明显 中下它真的都看到它的阴光 看来蒲松陵在辽斋致意义当中所描述的现象 其实并不是什么鬼神出没 而是甲藻的大量聚集 才造成了江面上神秘的亮光 专家说了 出现水滑时 这个藻类就会大量的繁殖 就是这些藻类 这个时候水体就会负氧化 这就会造成水中的鱼或者植物什么的大量的死亡 您想想这后果真是挺可怕的 那么庐山西海出现的神秘现象 难不成也是甲藻在作怪吗 若真是如此 不仅往日的青山秀水不复存在 就连周边的村民 他们的生活生产用水 以及在此以捕鱼为生的人们的生计 也将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村民们不敢怠慢 立即报告相关部门 当地政府迅速组织人潜入西海水下 收集了这种不明生物的样本 并连夜派人送到南昌 请有关专家进行化验 追踪地理全案 还原科学现场 地理中国周末特别节目 地球档案精彩出现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专家调查 能否揭开水中生物的真面目 海洋生物 能否在内陆湖泊中重现生计 西海精灵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常年致力于水环境研究的 欧阳教授 对不明生物的标本进行检验 随着检验结果逐渐清晰 欧阳教授兴奋起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难道就是消失多年的桃花水母吗 桃花水母 它是一类最低等的多细胞动物 它也是我们其他高等的多细胞动物的祖先 专家介绍 桃花水母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早 已有六亿年以上的生存历史 目前已濒临绝迹 由于它对生存环境有极高的要求 水质不能有任何污染 所以现存活体已非常稀有 属于世界最高级别的极微生物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由水中大熊猫之称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的观察一下 水母这种海洋无脊椎生物 大家看啊 这里有两只水母 你看它的外形 就像一把撑开的伞 你仔细看在伞体上 还有很多细长的触手 现在呢 我把这个水母啊 从这个玻璃缸子当中捞出来 水母啊 它的这些触角 其实就是它的消化器官 也是它的武器 上面布满了刺细胞 它能喷射出毒液 猎物被刺褶以后呢 会迅速的麻痹而死 成为水母的美餐 可能您会说了 你捞的时候 为什么它不遮你的手啊 我告诉您吧 我捞的这种水母 它是赤月水母 这是人工繁殖的 它没有毒 也不会折人 其实啊 这个水母的寿命很短 平均呢 只能存活几个月 它身体里绝大部分 都是水 水母死后呢 身体表层的胶状物质 就会融化在水里 消失的无影而中 在西海中发现的桃花水母 继承了水母家族的基本特性 它的直径约2.5厘米 身体四周有上百根长约2厘米的短处角 它们称白色或绿色 晶莹透亮 柔软如稠 像透明小伞 在水中漂浮 除此之外 它们还有着独特之处 桃花水母中间长着五个 呈桃花形分布的触角状物体 这使得它散状体的形状 特别像盛开的桃花 所以被称为桃花水母 这是一种濒临绝技 古老而珍惜的枪肠动物 是名副其实的生物活化石 庐山西海里出现水母 这让大家非常震惊 然而兴奋之余 大家又产生了疑问 作为一种极其古老的枪肠动物 五亿年前就漂浮在韩武纪的海洋里了 它是一种海洋生物 可是这个庐山西海 却是一个内陆湖 这里怎么会有桃花水母呢 内陆湖里有水母存在 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过先例呢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还真有这样的先例 在太平洋上的帕劳共和国 就有一个水母湖 这个湖里有近三百万只水母 堪称是这种珍惜生物的天堂啊 帕劳群岛位于菲律宾 以东五百公里的太平洋上 是亚洲大陆架边缘的珊瑚礁盘 露出海面形成的一串岛链 由于这里的岩石为多孔隙的石灰岩 海水便通过这些孔隙 渗入到岛上低洼的地方蓄积起来 形成了一些陆上海水湖泊 这些湖泊的周围都被十分茂密的丛林所围绕着 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局部生态小环境 水母湖便是这些海水湖泊的其中之一 在一万八千年前 水母湖水体的主要部分和海洋的通道 就已经被隔开了 不过湖中依旧保留了海洋环境 在这片水域里 古老的海洋无脊椎动物水母生存了下来 而且在数千年的自然演化过程中 由于没有天地 它们已渐渐失去了防御敌人的触角和刺丝囊 这个几百米长的小湖里 令人难以置信的水母数量和密度 使水母湖成为世界上仅存的远古海洋生物 马斯提吉亚水母的天堂 三百万只水母吸引了许多游客 从世界各地前来观赏 人们潜入水下 深入水母群中与它们共舞 原来这水母湖虽然也叫湖 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海水湖 至今仍然保留着海洋环境 而我们的西海却是名副其实的内陆淡水湖 与水母湖的水质温度成阴完全不同 西海里怎么会出现水母呢 再说这种水母呢 它是五亿年前的一种海洋生物 为什么几亿年前的物种会在今天大面积的出现呢 而且这个时间地点也都不对呀 眼前的这些疑问呢 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西海又出了爆炸新闻 当地村民反映 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弹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恐龙是在三叠纪开始出现 在距今两亿年到一点四四亿年的 侏罗纪达到鼎盛时期 成为了陆地的统治者 您看啊 这个西海先是发现远古的生物水母 现在又发现恐龙弹 怎么听着有点像科幻大片了 难道真的要穿越回侏罗纪不成吗 据村民说 发现恐龙弹的地方 屋于庐山西海的北部 设置组特别邀请了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专门研究地质的高公尹国胜 一同前往现场调查 考察队刚一上岸 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只见沿着湖边散漏着大大小小许多圆形物体 有的圆形石头像是镶嵌在石缝里 有的埋在深层的土里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们是否如村民所言都是恐龙弹呢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远古时期 这一代是否有恐龙出没 一万年前 西海又有着怎样的地貌 桃花水母的出现 究竟揭示怎样的地球密码 西海精灵 比例中国正在播出 尹国胜告诉我们 要鉴定恐龙弹 不能只看外观 而是要看内部结构才能判断 于是考察队在现场选择了一块圆形石头进行检测 空的空的 也是空的 空的 很空啊 没有没有没有 那底下你看这颜色怎么不一样 很铁吧 没有没有空 这个有可能是哈蒙 现在没有带那个四季 一种的是蒙 一种的是钙 通过现场勘察 银国胜判断 这些圆形石头 并不是大家所谓的恐龙弹 而是一种在海洋环境里形成的沉积岩 泥河 实际上它是一个 跟这套地层里面 它是更早形成的一个沉积层 这个沉积层的话 就是在当时的沉积环境里面 就是一个海洋 海洋的话 泥河是在海洋环境里沉积而成的物质 海洋里的洋流 海啸 火山和地震等 都会产生动力 在这些动力作用下 一些海洋沉积物 会被打断成碎块 并在水动力作用下 在海洋里旋转滚动 慢慢成为球状物体 等水动力减弱或者消失 它们又会沉回海底 被新的沉积物覆盖 海底沉积物越来越多 这些圆球逐渐被压到了下层 随着压力越来越大 最后变成扁原状 泥河的发现证明了 在亿万年前 庐山西海一带 是一片广阔的海洋 桃花水母就生活在这片海洋里 可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如今的西海 已经完全是一个淡水湖泊 我们知道绝大部分海洋生物 是不能在淡水中生活的 因为生物体的新陈代谢 需要一定的水盐平衡 如果把这个海水换成了淡水 海洋生物 就会因为体内的水盐比例失衡而死亡 全世界有1200多种水母 98%都生活在海洋环境里 难道这个桃花水母 就是那2%的例外吗 他们为什么能在海水与淡水之间 自由的转换 而且还能驰骋江湖数亿年呢 科考小组决定要找出他们的生命力 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在庐山西海附近 工人在羞辱的时候 发现了石头片上 有大量的奇怪花纹 经专家鉴定 这些带有花纹的石头 为海洋中的水母化石 从我们这个地区来看的话 最早的一个动物化石 就是这个原始水母化石 从生物的演化 起源和演化来看 应该来说 现在的桃花水母 我个人的观点 它应该是古代的原始水母 这个演化或者进化 到现在才形成一个桃花水母 专家的观点让我们了解到 原来桃花水母是由海洋水母 进化而来 桃花水母个体 除了能在水中翩翩起舞 它还有另外一种神奇的生存方式 那就是水溪体阶段 水溪体个体极其微小 在水中用肉眼很难发掘 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 桃花水母会以水溪体的形式生存 它们躲藏在洞穴里的地下暗河 污浊冰冷的河底 在漫长的蛰湖期 地球经历了小行星的撞击 恐龙的灭绝 冷酷的冰川期 桃花水母经历了海啸 地震 火山喷发 地壳的褶皱运动 穿越亿万年时光 在庐山西海的桃花时节 水温气候以及清澈的湖水 促使桃花水母沉睡了多年的水溪体 开始发育 从而使桃花水母个体 大面积出现在庐山西海 在生物演化过程中 为了适应生存环境 像桃花水母这样主动改变形态的生物 并不罕见 微小的桃花水母 借助水溪体的独特生存手段 完成了从海洋水母 到淡水水母的生命演变 作为一个珍贵的宾微物种 奇迹般的存活至今 桃花水母在庐山西海大量存在 也标志着这片水域 有着良好的水质和生态环境 人类的活动并没有干扰 这里的自然平衡 在自然界 物竟天择适者生存 能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 才能留存下来 那么究竟是哪些物种最先被淘汰 幸存下来的物种是如何改变自己 从而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 生物的优胜劣汰法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之间 是否存在着这种对应关系 伴随着地球变迁的桃花水母 不仅让科学家洞悉了生物进化的另一种隐蔽形式 同时也提醒我们 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 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家园 我们才能享受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一切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